评论 我丝绸装账物 美玄避讳自查 如今官府 愿意再为我们纠察一次 于我而言 并无任何损失 今日有幸请殿下留下晚膳 是想请殿下顺便明白异点 我李清流 做任何事情 定然全力以赴 不负自己 也永不求人 好一个永不求人 本王正好想问问 如今我大唐境内 行商作谷势如破竹 再出一个秦朝女子 也绝非不可能 敢问清流兄 是否有意涉足朝政 为马轻求 自然比不过翻手覆云 但李某只懂些商骨之术 行生所愿 也不过是钻研蜀绣技艺 八年之乱 游送我大唐气势 从此朝中再无宁日 我本不喜朝政 宁愿揽经这秀丽山川 可身为皇子 却不得不舍弃 李家虽为银城服护 也免不了衰落之魂 我幼时沿袭商骨之术 当时所想 不过是再续个李家百年 如此看来 你我各有苦衷 职责不同罢 更何况李某现在乐在其中 没有下次 是 下去 李庄主 并非怜香西域之人哪 工作之地 何来相遇之说呢 如此看来 如此看来 对于龙姑娘 似乎本王更有胜算 龙傲依依 此等野蛮女子 并非我所好 既然不醉不归 不如换大展 殿下是想要鄙视 那就动真格 来人 上大展 秦大姐姐 今天卫使茶馆见 茶馆 什么意思 你个小东西 年纪轻轻 想这儿怕孤子 那个哥哥 给了我一个铜板 让我传话给你 不见不散 好 知道了 不过你要记住啊 如果下回那个哥哥 继续让你跑腿的话 你要管他要的 两个铜板 知道了吗 嗯 去吧 快点 嗯 李庄主不愧是 银城第一复古 这大产 很大 怎么 殿下怕了 怕什么 干 干 其实 阳王酒量不佳 李某三杯就走 你知道吗 阳王喜欢你我也 此事上好 你撒谎 你说你三杯就倒 阳王数过了 这就是第三杯